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是7月14号 有一个好消息 这两天武汉市一直就没有下雨 江水也降了 从今天开始一直在降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28.67米 到现在到中午就已经到了28.65米 证明江水在降 之前专家说是14号 也说今天第一个洪峰会抵达武汉 但是好像看这个样子 应该洪峰提前就已经过了武汉了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今天就到汉口江滩来看一看 虽然汉口江滩 这枪了 这边是武昌 上面是汉口 这边是汉阳 这桥下面这个挺好的 欢迎 Welcome 哈喽 欢迎来武汉 因为所有的江滩 不管是汉口啊还是哪儿江滩 都已经是不允许 不允许人静了啊 哎 啊 二桥呢 二桥这个是有个楼梯 可以上到桥面的啊 可以在二桥上面 桥面上面去看一看 这个桥是可以走车也可以走人的 这个共享单车无处不在哈 这个共享单车无处不在哈 这里都有 现在就到了长江二桥 这个桥是可以走车也可以走人的 右手边的下面就是汉口江滩 这里面因为不允许行人进来嘛 所以就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水根本还没有到达最后一级清水平台 这比前天我们那个武昌那边要好很多了 对吧 再往前面走一走 走到这还没有哦 汉口段的降低来说啊 这一带应该属于最高的地段 你看这几乎没有江水淹没的一个痕迹嘛 还得往前走 前面有人在拍照 应该是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江水最高面了 好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全景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了 江水到这了 看得到吗 这个 这一块是湿的 但是水在这 对吧 这个应该是今天早上退的这个痕迹 好了 回去了 后面这个距离走过去就是武昌了 走过去我不敢想象 我还没有走过呢 回去回去 我们去那个汉口 就是之前说的 这是龙王庙 那个地方是汉口 堤坝 就是最低的一个地方 也是最 它的水平面也是最高的一个地方 到那去看看 这下面一个人都没有 好像我下去的路上 还有很多人在往上来 也估计想看江水吧 只有这个地方是目前汉口能够合法不违规的一个情况 看江面的啊 其他的地方啊 就是江堤是不让上的 所以 没有办法 只能在这儿来看 这是汉口江滩黄埔门闸口 他这样一个闸门儿挺有意思的 从来没见过 是这样的一个机构 双层的 挺厚的 这个这个重量 对不对 之前都是没有这种啊 就是这几个粒的数字 之前都没有了 之前都可以走汽车的 因为洪水来以后 这个路它是可以破开的 下面 下面 下面再上到那种八个的 八个螺栓 每个都有八个螺栓 然后固定 然后再把这个 可能通过吊车什么的 把它吊进去 就跟刚才看到的那个 钢板啊 类似的那种钢板结构 挺牢靠的哈 这个防水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现在在的就是 看口的黄埔门 每个门儿这里都有直守的 直守人员 穿红马甲的 我们在这里 我的后面就是龙王庙 江滴现在已经停止开放了 我们老百姓这一块 是不能上那个江滴的哈 对 这是光电 码头 这个坝全部用这个雨布 全部给封装好了 这是我上次拍的那个角度 那个有个楼梯是吧 然后爬上去 那是可以行人走的 但现在已经楼梯口 全部用那个挡住了 篮板给挡住了 不让上的 不让行人给上去的 所有的楼梯口好像都挡住了啊 这个你看这个楼梯口也挡住了 这里 只要是楼梯口全部拦住了 不让上 这个也是之前有拍过的一个闸口 好 走吧 继续往前 有很多直手的 带着那红哭哭的 就是直手人员 走过来发现这个闸口 走过来发现这个闸口就是原来的公园门口啊 这边封住了以后 它还上面摆了一些树 觉得挺好 既保护了安全 又照顾了美观 所有都是这种风格啊 所有的这个闸口全部都是这样的 上面再摆上树啊 最顶端也摆了树 好了 我现在回到了武昌江滩 大家记彼得我曾经和大家说过 武昌江滩特别的难管理 它不像汉口 江滩是那种开放式的一个江滩公园 有很多岔路口 还包括一些草坪 草坡都可以爬上去的 所以它到了武昌 我就发现这边多一条线 这上面都有一些提示啊 就是非防信人员严禁上低 好像每条线的那里啊都有人 就比如像这个地方 它有人在职守啊 你看 这个地方这就有人啊 远处 这里 这里也有人啊 你要是过去的话 哎 它就会制止你啊 这个管理器来真的比汉口要难多了 汉口那边就是闸口啊 安排一些人手就可以了 是吧 包括一些楼梯 你看这个开放式的 所以 就没有办法啊 就只能 只能这样了 只能拉那条线 然后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 沿途 刚才开了几公里啊 真的 好像隔几米啊 或者隔个十米 二十米 就有一个人就住在那个草坪上 你要是过去的话 它可能就会制止你了 后面走过来一个人 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 应该也是的吧 到了晚上 有人喜欢在江边来锻炼的话 这个 不知道晚上效果怎么样 人多的话 他们人手估计不够的 14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罗宾 拜拜 我罗宾 我罗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